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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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曹亭啊 分房子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想我们汇报的 二位矿长 这次是正式的领导谈话吗 说废话 正面回答 二位领导 在此次分房过程当中 我和分房小组的其他成员 争取每件事情都做到公平公正 但是领导啊 这分房子毕竟是每家蕊户生活中的大事 想要一碗水端平这很难 所以啊 有的人有矛盾 甚至有的人告我的状 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 这都能理解 曹亭啊 你是不是也希望我们理解你啊 二位领导 你们能理解不能理解是吧 那是你们的事 我只要内心问心无愧就行了 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们还让我管这房子的事 我就咬着牙把他弄到底 争取圆满完成任务 曹亦晴 你这是圆满吗 刚刚分完第一批房子 就这么多的意见 天天有人反应 你这算圆满吗 张官长 我个人认为 圆满是指某件事情的结果或者是结束 这跟您提倡的 只看重结果 而不注重过程 这是不矛盾的呀 您说 哪家单位 分房子 不得打得稀里哗啦 鸡飞狗跳的 宋官长 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 哪家单位 平平安安 一点动静没有把房子分了 这是不正常的 哎呀 老曹啊 你说的这些都对 可是我并不认为 有矛盾 有意见正常的 哎 至少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意见和矛盾 是不是 你觉得你做的最好了 呦 孙官长 我可不敢说我做的最好 我只是争取做的相对好一点 老曹啊 分房子 对职工来说 确实是一件大事 但是 作为导员干部 绝不能有任何迎死舞弊的行为 要尽量使一碗水端平 啊 争取让大多数的群众满意 是是 我知道 我知道 雨天啊 这次分房子这个事啊 一定要慎重 既要坚持原则 更要考虑到每个职工每个家庭的实际困难 绝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和不到位造成矿区的社会不稳定 啊 分房子本来就是一件好事 一定要把它做好喽 绝不能把好事给弄成坏事 是 我一定会牢记二位矿长对我的嘱托 行了 忙你的去吧 好嘞 咱们这种干部就是招之心来挥之心去 那我走了 你出来能写还能说 我看你把曹管分房这事还行 起码有认识 关键是现在牛建峰 没什么文化 三天两头就闹事 得挑途挑途的 哎 之前啊 牛建峰这个人呢 觉悟不高 爱出风头这都不假 可是分房子这件事啊 毕竟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 诱惑太大 曹玉婷究竟能不能抵挡住诱惑 这还是很难说 所以我觉得呀 我们还是从侧面调查一下 调查太严重了吧 这样吧 我们先侧面了解一下 如果确实有问题 那要严肃处理 李俊 你真要陪我去看电影啊 那当然了 你那么忙你还陪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工作算什么 陪你才是最重要的 赵文 下班了 下班了 顺便来看看朋友 赵文 婷婷 婷婷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没有 赵文 我们俩去看场电影 去吧 你约一下婷婷 有时间我们一起聚一聚 行 没问题 赵文 那我们先走了 再见 再见 赵文 我们俩 排除了 你还能自个儿过不去呢 小文 你收拾东西干什么呀 你这 孩子 孩子 奶奶 这两年我不在家住了 我去队里住 在家住得好好的 这干什么呀这是 小文啊 小文 你说你这孩子干什么 怎么了 钱鸿啊 小文说他要上单位住着去 你劝劝他 妈 那你去忙吧 我来跟他谈 好 儿子 你是不是觉得住在这儿别扭啊 妈知道你是不想看见 孙小梅和李俊 这样吧 你也长大了 这是新房的钥匙 你去住新房吧 新房 哪来的新房 这套房子 是曹雨婷为了照顾邝领导 从职工住房里挤压出来的 什么 还有这事 其实啊 吃妈受益的 一共啊留了十套 这是最大的一套 有七十多平米呢 妈 那这事 我爸他知道吗 这事哪能让他知道啊 儿子你记住了啊 你先悄悄地住进去 等过些时候 我再跟他说 妈 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 这样做是对矿染工人不公平 你们还是把这房子给退回去吧 儿子 我好不容易才弄到这套房子 这可是给你留着结婚用的 妈 你要是不把这房子给退回去 我就把这事告诉我爸 别 别啊 儿子 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妈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可是我就是觉得这事不地道 儿子 妈求你了啊 千万别跟你爸说 他要知道还把我宰了呀 你也知道 妈的脾气 你希望看见我们打起来啊 我不管了 要不这样吧 儿子 你先别跟你爸说 让我再想两天 你呢 先去看看新房 要实在不喜欢我们再退也不迟嘛 打赢吧 行 那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老孙啊 这次分房子 曹玉婷分得挺好的 要不是牛建峰胡闹 一切都顺利着 牛建峰这么闹一下 也不是什么坏事 如果曹玉婷没什么错误的话 牛建峰这么一闹啊 也算给他敲了个警钟 免得他扛不住诱惑 你还怀疑着你啊 这不叫怀疑 妈 这叫防患于未然 啥然不然的 你爸呀 就是怀疑着你啊 好了好了 小妹 别跟你妈说 就这水瓶 啥水瓶啊 你还把我修了呀 妈 我爸他没这胆 只有你修他的范儿 他呀 绝对没修你的范儿 还是小妹有眼光 妈在咱家 就是掌门人 老孙啊 我觉得 你和赵志坚吃错药了 你说这牛建峰 整天在矿上 这鸡三天狗三天 搅得你们啥事都干不成 屁大的事 都搞得鸡飞狗跳的 你们为啥还重用他呢 还给了个件啥 专场的长长 你们到底咋想的吗 用人呐 要用人的长处 就这么想的 有啥长处呢 他敢跟领导提起 这就长处啊 你们是叫花子做梦娶媳妇 自己都自己开心吧 老孙 你说小妹结了婚 是不是应该 另分她房子 小妹要房子 你不是要把小妹 嫁给一万富翁吗 你还怕她以后没房子住 那要是 嫁不成咋办呀 屁 我这乌鸦嘴 妈 我说你就放心吧 就算我和李军结不了婚啊 那我 那我也能找比较更好的 你啊 没那么差的 你能找比李军好的 那当然了 小妹 你听妈跟你说 即使将来你和李军住上 一千米大的好别墅 也得有自己的房子 为啥呢 夫妻之间结了婚 总是磕磕碰碰的 所以呢 要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房子 这样才有底气 男人才不欺负你 知道不 妈 我觉得你这话 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 你没有工作也没有房子 还不是整天都欺负我吧 是吧 是啊 整天穷横 我横 那是因为你太窝囊 没我这整天横啊 你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啊 啊 嘿嘿 哎 老孙 你赶快曹一廷说 第二批分房 一定要给咱家小妹分上 你听见没有 小妹要分房行啊 哎 你看这样啊 小妹先和李俊分手 找一个矿工 跟矿工结婚 双职工 就可以分房了 你看我这样安排行不行 吴月娥同志 你好好气我 你把我气死了 看你咋过日子的 你整天喝西北方吧 去这么回事 这里边太难进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你来 我们挺意外的 吃不好早啊 吃不起药来 你们的工作环境确实艰苦 矿长 艰苦我们不怕 只要能多出围 多拿钱就行 对 说的对 我同意 多劳多得嘛 啊 哎 玩啊 胡佣啊 这套设备 你玩的赚吗 这机器啊 技术含量高 科学含量高 操作标准也高 开始我们哥几个 真玩不赚他 现在没问题了 并且对薄煤层 特别管用 管用就好啊 过去的薄煤层 咱们是基本不采的 咱们缺钱 也没有先进的设备 可是不采 那就浪费了 啊 就不能回收了 浪费的同样是 国家重要的资源 嗯 对 矿长说的对啊 我们之所以不吸血本 来开采薄煤层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 提高煤炭资源的回收率 以后啊 我们矿井的资源回收率 要由现在的50%左右 提高到75%以上 而工作面的回收率呢 要由60%左右 提高到90%以上 两位矿长 像我们这些工作面 现在回收率 已经达到80%了 国勇 你们是咱们局 第一支开采薄煤层的 中彩队 我听说啊 全国这种开采薄煤层的 专业队伍只有三支 可是人家的这个日产量啊 现在已经达到了 五千一百八十多吨了 啊 五千多了 你们是大概四千八百多吧 对对对 所以还得努把力 咱们不是当了二了三的人 要当就当老大 哎 哎哎哎 哥们亲哥 先别干了 方长说了 要当咱们的大老大 有没有信心 有 方长 我们对老大当定了 我相信你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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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面在去哪家啊 对了 去牛建峰他们家看看 咱看看姥姥母 行了 那赵校长 我们去王子长再看看 好 行 去吧 刘师傅 你老身体还好吧 好 好啊 身体好 那就好啊 这回住了好房子 心情更好了 多活几年 刘师傅 我们今天的单 就是想问问你 对这次分房有什么意见没有 没有没有 我这次对这个分房 这太满意了 赵校长 孙校长 我得好好感谢你们啊 刘师傅 您能满意就好 这我就放心了 刘师傅 你在东港逛 可是德高望重啊 我们有不对的地方 你一定要指出来 没有没有 赵校长 挺好 最近我们听到一些群众的反应 说曹玉婷在分房过程当中 有营私舞弊的现象 您听到什么群众的意见了吗 赵校长 孙校长 我那孩子不懂事 你们可别往心里去啊 刘师傅 你如果是真为我们好的话 一定要如实地向我们反应情况 赵校长 孙校长 你们真想听一听 我那也不过真的 我那已经是真正的 有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听 吓一跳 你怎么进来了 刚才在门口看见你 就跟进来了 听听 来 快把手松开 我不 松开听听 我不 赵文 你就让我好好抱抱你吧 听听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咱们俩只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哪有这样的呀 不 不是普通朋友 我早就说过了 这辈子我谁也不嫁 我就嫁给你 我早就已经爱上你了 哪来那么多的爱呀 赵文 你干嘛这么对我 我对你不好吗 南希 你干嘛呀 你要摔死我呀 对不起 听听 我说你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 这一道房子根本不是我赵文的 这是一道腐败房 你爸上次带头闹事还真闹对了 我现在得赶紧向我爸去警局 炒一瓶火吗 赵文 赵文 你疯了你啊 什么腐败不腐败的 钥匙在你手里 这房子就是你的 我要和你结婚 这儿就是我们的新房 结婚 婷 婷婷 你不觉得可笑吗 咱们两个人之间 根本没有那样的感情 怎么可能在一块 更何况我也不想结婚 赵文 我不明白 我对你不够好吗 我觉得我处处哄着你 依着你 讨好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喜欢我呢 是不是我哪儿不如孙小梅 你告诉我 我哪儿做的不好 我敢还不行吗 赵文 我从小就喜欢你 上初中的时候 你就和孙小梅好了 你们俩天天在我眼前 轻轻我我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我心里特别难受 这么多年 也有很多男孩喜欢我 追我 可是我没有和他们好 因为我心里只有你 我一直在等你 在等待一个机会 你知道吗 老孙啊 目前的分房情况 从咱们去过的几家来看 还是有些问题 好在问题不是很大 只是工作上的失误 这样吧 明天开会的时候啊 针对现在的问题 让曹雨婷尽快拿出一个弥补错误的方案 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公正 爸 孙叔 你来干什么 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说 什么重要的事啊 行 你们俩谈吧 我先过去 行 那明天开会得说 什么重要的事啊 坐下说吧 爸 我要和你说的是 曹雨婷和我妈 在这次分房工程当中 利用职权 从职工的住房当中 挤出十道房子来 留给邝领导 你说的这个情况属实吗 当然属实了 你看 这是我妈给我的新房钥匙 你想要这套房吗 爸 说实话 我真想要这套房子 但是 我看见这套房子附近 住着一家老公人 家里有屋口人 都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头 我就觉得我不该要这房子 我觉得这房子 像是偷来一样 你那这么想我很高兴 是爸的好儿子 爸 你要干什么 找你妈 太过分了 我饶不了吗 包括曹雨婷 爸 你先冷静一点 我冷静什么 我冷静就了吗 我不处理他 就是我伪计 爸 我妈她已经知道错了 而且 她做这些都是为了我 你来找我 你妈知道吗 我给了她三天时间 让她自己来找你 她没来 我就自己来了 那就说 你来让我她不知道 应该是吧 这样吧 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家住了 等我跟你妈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了 你再回来 嗯 那我先走了 嗯 那我先走了 小沫 你站住 我问你 你真的认为在分房那么的一场 你没有错误 错误吗 那当然是有一点点了 但我并不认为 多要条房子会有什么大不了的罪过 我问你 赵文是不是你们矿上的职工 他是不是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只要他现在登记结婚 那按照矿上的分房规定 他是不是有资格分一套房子 没错 如果他现在结婚 按规定他可以分了 问题是他现在没有结婚 就算结婚了 他有资格分这么大的房子吗 房子大点怎么了 我们也没白要公家的房子 那是按照国家政策花钱买的 花钱买的 你好意思 你知道 国家为解决矿工的住房问题 投入了多少资金啊 三百块钱一平米啊 你在外面 花钱能买得到吗 大道理我不用跟你讲 你心里都明白 废话少说 你明天一早去房管科 把房给退了 等候处分 你想怎么处分我啊 是开除公职 还是坐大牢啊 怎么处分你 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要等组织研究决定 你先把房退了再说 赵志坚我告诉你 你要好好说 也许我会听你的 可就你这态度 这房子我就不退了我 爱怎么处分丢 怎么处分 把我等着 前后 又听着 我和你之间闹矛盾 只要不涉及到原则问题 我可以让着你 我可以容忍 但是在分房这件事情上 你不算没法 也是危机 如果你不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一切后果 你自己负责 请调查 曹雨婷同志 在这次分管分房工作中 存在的危机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他以牺牲广大普通职工的利益 为前提 最大限度的考虑到了 矿级领导 以及部分科 对级领导的利益 违规多分房十套 总面积达680平米 二 在这次分房过程当中 曹雨婷同志 虽然多次拒收礼物 拒绝宴请 自己也没有多分房 但是这种有失公平的 违规的分房行为 在群众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既然孙矿长和赵矿长 都认为我犯了错误 那你们就处理我吧 曹雨婷同志 你是不是认为你没有错 的确 在此次分房过程当中 我 我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 给了咱们领导干部家属的一定照顾 多分了房子了 可是我并不觉得这特别不合理啊 比如说赵矿长 就拿您来说吧 您儿子赵文是咱们矿社的施工 而且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啊 虽然他现在没结婚 他过两年他肯定得结婚了 他结婚我还得分他房子 我只是现在 过早分了他房子了 你说这个错他能犯多大 你的错误是 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失去了一个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公平公正之心 如果你把照顾我们这些干部的私心 都用在照顾那些工人上 我怎么没照顾工人呢 尤其是一线工人 一线生产标兵侯勇 腿脚不好 上下颈比较累 他本来应该分到顶层 是吧 他没有老人 孩子大了 自己又年轻 可是为了照顾他 我给他调到三层了 老老摩苏喜贵 常年需要人照顾我 我给他调到侯有他们家楼下 为的是我们工会 让侯嫂能常年的去照顾他 老工商 焦德权 摊在家里呢 坐在轮底上 进出都不方便呢 本来是一楼 可是有楼梯啊 有门槛 他都捉不去 开发商不管 物业也没办法 我带着几个人啊 扛着水泥 愣把他给赶上 无障碍通道 这种事我能 我能跟你说一大堆 我还是那句话 我曹玉婷 一没摊 二没债 我只是给那些个 为咱们矿做出贡献的干部们 多分了几套房子 而且这房子是人家拿钱买的 又不是我送的 你说 这错能犯多大 能犯多大 曹玉婷同志 在这次分房过程当中 你的功劳 我们不是不了解 但是 你对你自己犯的错误 也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 下面 就请吴兴国同志 宣读一下 对这次在分房过程当中 由违纪行为干部的处理决定 经 矿党委会议决定 对曹玉婷 前红 王林的同志的处分决定如下 一 免去曹玉婷同志分房小组组长事务 免去曹玉婷同志老保部长事务 一 留党查看一年 即大过处分一次 并责令曹玉婷同志 在矿闭路电视上做公开检查 二 对前红同志 即警告处分一次 则定三天内 退出处分房屋 并罚款两千元 还生气呢 拿着 这是我的罚金 从今往后 我们俩没关系 怎么能没关系呢 只要不离婚 咱俩还得睡在一张床上 从今天起 你要睡床上 我就睡沙发 那我怎么认心呢 睡沙发是我的专利 事情都过去了 就别生气了 再说了 大道理我不用讲 人谁不犯错误 改了 咱俩还是好同志 谁跟你是好同志 我们俩质不同 道也不同 你是大公公司的共产党员 我呢 我是私心满腹的坏女人 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我说你这气话 也不能说得太离谱了 怎么又不是一路人了呢 谁都知道 你这样做 不是为了你自己 是为了儿子 赵文是咱俩的儿子呀 我知道你受了处理 心里边委屈 可是看见你现在这样子 我心里很难受 别说好听的 不会原来的 哎呀 钱鸿 我不是一个一点私心 都没有的共产党人 你也不是一个 没有牺牺牲和风险精神的女人 当年那么多人追求你 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大城市 也可以回杭州 甚至可以出国 就是为了我 就是为了我 你才来到了邝山 我最忙的那些年 也是你最累的那些年 既要照顾儿子 还得照顾我妈 你受过的那些苦 我都记着呢 你要不是一个优秀的女人 可妈咱俩早都离婚了 你还都记得呀 一辈子也忘不了 老曹 等赵广长呢 老曹啊 对你的处分是重了点 不过 你也得理解领导的良苦用心呢 不用吓我 赵广长呢 赵广长在调度室开生产会 你要找的话 下回来吧 同志们 天下的维炭市场 精致煤的价格 已经飙升到了普通煤的两倍 因此我们矿 不仅要有长期的生产安排 也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做出短期的局部的调整 所以现在 加大精致煤的生产力度 是当务之急 从现在开始 全矿各采煤对组的精致煤生产 就要正式纳入考核机制 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努力提高精致煤的产量 下面要说的是 有关这次的分房纠纷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好好想一想 不仅自己要想 而且要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 争取在明天的分房听证会上 把我们的原则给确定下来 但我个人认为 我们最大的原则 只有一点 那就是最大限度的 满足广大职工的利益 还有一个想法 周公团长 我有个想法 邦总 Olá 诶 等我呢 进来吧 怎么样 老曹 一宿没睡好是吧 赵志剑 谢莫杀驴 太过分了 我曹玉婷 我真是看错人了 我真是瞎了眼了 我看错你了我 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曹玉婷 你不能这个样子 我怎么了 我就这样 有本事你们相比我 老曹你冷静点 冷静点 冷静点 你别管他 曹玉婷 你接着骂 有什么话全说出来 赵志剑 我曹玉婷 我曹玉婷真是瞎了眼了 我看错你了 我看错你了 你说 你刚到东港的时候 我是怎么对待你的 我信任你 我支持你 我已办了多少事 先是去讨战 去山东 去河北 然后 我全国各地的给你跑 相授我 我为东港矿 我受的委屈还少吗 我闹什么了 你说 我闹什么了 我是多占了钱了 我还是多占了街头房子 我什么都没闹下 现在 现在 现在好了 你们用不着我 是不是 你就羡慕了 曹玉婷 你冷静点 哎呀老曹 曹玉婷 这次给你的处分 是重了一点 可你也不能说 赵狂长跟你是羡慕山河流域 给你的处分是组织上的决定 是集体的决定 你以为处分你 他心里好受 他心里不难过 你好好想一想 他以前多信任你 多重用你 他这次是灰泪斩马素 你一定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 我错了 我一没摊二回站 我错了吗 我就是太傻了我 我一开始 太把他当哥们儿了 拍领导马屁 拍他马嘴行了 哎呀曹 你看你话不能说 哎老曹 你这句话 说到你犯错误的根本上了 当然了 我首先得谢谢你啊 谢谢你 从我到东岗逛以来 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有情有义的人 适合做工会的工作 但是 不等于拍马屁 你首先想的是 如何把事情做得漂亮 让领导满意 得到表扬 而没有真正站在矿工的角度 从他们的利益出发 当然 在这方面我有责任 我喜欢你吹捧 爱听你奉承 才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 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我的错误 我会在党委会上做检查 你的错误希望你能够正确认识 哎 核队小胡 今天晚上上我家喝喜酒去 什么喜事老陈 就是啊 矿里面能跟你分新房子 怎么办 你说对了 曹与婷那老小子被矿领到一模到底了 松矿长现在拨了 反正给我分了新房了 行啊老陈 你这一闹矿长就跟你分大房子 你说我也闹去 让矿长也跟我分套大的 呸 你知道你闹什么和我吗 什么啊 啪啪 俩大嘴巴 你也闹 闹屁你闹 走边走边接电话 谁打的 你爸来的 喂爸 儿子 你妈打电话了吗 没呢 她应该生我气了吧 你妈呀 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 就是情绪不高 还这样高 你晚上回去一下 咱们一会儿哄哄她们高兴点 好吧 行那下班后我回家 嗯 那好吧 晚上见儿子啊 嗯 妈 我和我爸合资给你买了一个西瓜 请您笑纳 这西瓜非常的甜 傻然的 我爸都尝过了 卖西瓜的说的 卖西瓜的说先成后马 这排练好了 那不按着词说呢 那我 我怎么这 你排练不就 你跟你爸就学不了好 快来看呢 快来看呢 曹雨亭在闭露电视上 做报告呢 假的 快快快快快 我今天在这里 快快快快 就本人在这次分房过程当中 出现的一些错误 向大家 进行 检讨 对我来说 做这种检讨 并不是为了求得大家的谅解 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进 因为 在我东港况 任何 任何 规章制度 都是 不能违反 任何 这曹雨亭还挺能说的 哎 是不得越 雷取一步的 谁越了雷取一步 这台幅好像换了台 不换 就看着他 政绩的出发 在这次的分房过程当中 作为矿上的分房小组组长 出于对多位领导的尊重 同时也因为有这个旧思想和旧观念的 呃 捣乱 本人做出了一些有损予广大职工和家属利益的事情 本人的错误主要分为几下文明 第一 为牺牲广大普通职工的利益为前提 你 具体的说 是 套好 联打家属 国王大大 知故同志们 和 妈 你这是又怎么了 老婆 这事过去了 这这片就算是翻过去了 你就别生气了 就是你就别生气了呗 赵之间 你太过分了 人曹一婷怎么了 人那是为我 人是为你们 你倒好 分了房你不要 连儿子房你也弄黄了 你要干什么呀 就嫌你伟大 你崇高 你什么意思 太自私了你 行 你只要不生气 怎么骂我都行 我算看透了 你除了忙着当你的官 你真正关心过谁爱过谁 妈 你冷静点行不行 我爸要是不爱你的话 他会这么求你吗 谁让他求了 赵文 赵文还有你 你跟你爸一样 没良心 妈把死把活都为你 你倒好跟你爸 疼起火来欺负我 是不是 好 我让你们自己过 那我走 妈 妈 你别走 听我说妈 你怎么穿手怎么办 妈你别走 我求你了 赵文 别管他 站他走 说了多多好话了 咱们都劝不住你 你这干什么 你还真劝你都劝不住你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走 你走 你住大房子去 这个家没你还不行了 你走啊 这是我家 我凭什么走啊 要走 你走 爸 真牛